这是我们的策略 其实我们都会放一台机器 然后大概五分钟之后 我们就关掉 然后让你们有一种 惊悚的感觉 为鬼片投期宣传 手艺却出了问题 现场一阵慌乱 胆小的Selena 只好赶紧安抚自己 这真的是一个 我只能解读 美丽的巧合 换身的费用 我会在想办法的 接到叔叔那都来电 得知阿公去世消息 Selena赶紧带着女儿 乌亦涵返回李家老宅 没想到却遇上了 种种领域事件 拍戏过程身心举皮 最后一天拍完的时候 我就大哭崩溃 然后我就有点对天呐喊 我怎么那么苦啊 我是公主耶 我就一到片场 我就问我经纪人说 我可以违约吗 我还需要多少钱 然后才能够把我自己赎身 当初接到这个脚本 我也是看到这里 我就拒绝了 然后这个是城隍庙的 就是那时候还 还不是男朋友的他 帮我特别去瞧的 本身很怕鬼的他 身上也带着超多护身符辟鞋 另外也高度赞赏 好友纳豆在片中的表现 直呼难怪会得到金麻将 而目前开卖的电影场次 也瞬间秒杀 偷气将强势登场 与当红的邪教鬼片 不约而同都主打魔女情 藏有满满亲情彩蛋 有的遮住双眼 有的捂住耳朵 紧张神情全写在脸上 营迷们进戏院看 周午夜场 却遇上了三二三大地震 剧烈摇晃 还以为走错场 来到了4DX版本 周午上映短短七天 就创下全台 3829万票房夹击 鬼片热潮接力上当 也让营迷们边看 肾上限速边飙声 TVBS新闻黄光源周佩宇 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